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 驻美代表萧美琴获邀开球架势十足 她是大都会台湾日16届以来 首位获邀开球的驻美代表 在开球前就表示 首次登板投球非常紧张 毕竟我的专业不在此 其实开球最强的是我的前任高缩泰大使 他非常专业 而且从年轻就有练过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紧张 但是也觉得这是个荣誉 所以跟所有今天一起来看球 来加油的所有的球迷 还有台湾乡亲 大家一起为台美关系来加油 萧美琴身穿11号球衣象征脚踏实地 最后投了科提前落地的挖地瓜 她坦言还有进步空间 不管怎么样都有在进步的空间 担任贵宾开球是个荣誉 那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在纽约的台美人 还有许多大老远跑来看球的 一起为台美关系加油 这是重点 本届台湾日在大都会迎战 华山顿国民队期间举行 赛前外野大萤幕 还播放外交部录制影片 感谢美国捐赠疫苗 总统蔡英文也现身大萤幕 介绍台湾奥运健儿 感谢美国捐赠疫苗 还和萧美琴同框为大都会和台湾加油 大都会台湾日因为疫情中断一年后复活 球团和台侨团体Hello Taiwan合作 随票附赠备号1号 秀有台湾字样的纪念球衣 2350件抢购一空 冲出台湾日历来最高人气 大批侨胞排队领取并且穿上球衣 在座位挥舞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 现场充满浓浓台湾味 感觉非常的兴奋 因为来纽约十几年 那很少有机会能够 有这样完全以台湾作为主题的活动 然后尤其在现在这样子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身为台湾人 真的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发现今天台湾人真的有比较多 跟往年比起来有纪念品有差 然后又很开心 大家很多外国人可能来经过都会 来问说怎么会有 你们会有球衣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台湾人才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 驻纽约办事处在场外 也设了宣传台湾观光的摊位 人气吉祥物欧雄现身和球迷互动合照 还有三太子和七仙女传统民俗表演 吸引许多好奇的球迷驻足观赏